好,这里是东南亚服,那么最近这几天就是东南亚服遇到了一些服务器上面的延时问题,也是影响到方方面面啊,包括打猎的时候,他的重生时间非常长,所以那时候你做每日你去打boss,他那个怪都要等好一段时间啊, 你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 重生时间非常长,其实就是这一次服务器延迟了一个特点,其实他不一定延迟大,但是他那个反应的时间要等很长的时间啊, 所以这一次维护完之后就进行了一次补偿,这一次维护其实对几个区影响都时间很长,有四天之间,每一天都有一些紧急维护,然后这一次维护完,送的东西还是很多的, 首先就是2000个monster硬币,徽章选择券,可以选择神秘徽章,200个,或者是原初徽章,40个,然后是闪光极限成长秘钥,加上成长秘钥选择券,这是三个啊,再加上五个极限成长秘钥, 最后加一个贝贝箱子,紫色的,这个贝贝箱子里面是有十张双倍经验值券,十个特殊荣誉新章,十个护身符,三个镜像成长秘钥,十个神机还原器是可以卖的, 然后三个暴风成长秘钥是只能到200级那个,三个八个选择蓝扩展券,另外就是在暗岛GM这边, 只要你这一周受到影响了,那也就可以领取WONCE RUN的首领关银币,还有如果你错过了签道,就可以去补,但是如果你这六天都有签的话,你是领不到了, 那么因为现在是6月5号,然后6月14号是卡丽开放,卡丽呢,它是可以几天斗燃,但是不能抗斗燃,你练完到200级之后, 是可以用这些成长秘钥,这些成长秘钥,包括贝贝箱子里面有暴风成长秘钥,还有些经验值券什么都可以先留下,因为它是账号内可以转移的, 而且它有7天的时间可以去领起,它是7天可以消失,所以你现在可以过一段时间再领,等就是7号之后,或者是8号之后,就要你练到200级之后,只要有时间,你练完200级之后,就可以去使用这些药水之类的, 比如说你可以先练到202级,然后使用到209的药水升到211,再用两次的219的药水升到218,再加一瓶闪光极限成长妙到219,你也可以先升一级,先升到211也行,所以这些就是自己选择了,反正这一次补偿是非常的高规格,那这一次补偿先看到这里, 夜中的当中的颜色 也能做到202级之后,正在处理台上,再买到209,1,2,2,3,4,5,4,5,4,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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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6,5,6,5,5,5,6,4,5,5,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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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6,5,6,6,7,6,6,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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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8,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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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8,7,8,7,7,8,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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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8,7,7,8,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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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